其實我也有一個客人 他一向是公務員 所以他有公務員的福利 一向都是看政府 近期他買了意外保險 他不是很熟悉保險的東西 他就問我我頸痛就這樣看物理治療 就可以CAMP那些物理治療費 我跟他說其實頸痛通常就看骨科 骨科就會跟你照一是掃描 一是視力共振 那裡有一個費用 如果他沒有買醫療保險 因為現在新式的電衣保 都會有網絡換診服務 就變成那個客人都可以不用錢做到 當那個客人好像我這個朋友 完全沒有保險 他就只是買了一個意外保險 我就跟他說你頸痛有兩個機會 一就是你 例如我們很多時候 搭的士 突然搓傷頸 不奇怪的 意外搓傷 第二個機會 很大機會 如果人家已經超過四十幾歲 就是頸的骨 關節退化 紮住神經線 如果是退化的話 就不屬於意外 變成那個意外保險 就算醫生寫給你 又推薦信去做物理治療也好 都不屬於意外 都能夠資疏 賠不了物理治療的費用 如果你說 我真是 是意外撞傷、弄傷、搓傷的 醫生寫到是失敗的話 才可以寫推薦信 然後再去物理治療師跟進 我說是有分別的 不過以我的經驗 很多時候人們超過45歲 你知道香港人很勤力的 經常工作、手機、打電腦 很多時候都是退化 我說你也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醫生看不出來 或者治療X光出來是退化 如果你跟著做物理治療那些 就未必有得避免 就是要自己付錢 當然好像人客那樣 在未看之前 譬如跟我聊聊天 我講了個情況 他有心理準備 不會有一個過份的期望 當然客人都是很明白事理的 他都知道的 但是如果人客 他又沒有去諮詢過保險顧問 也都沒有了解過 跟著就自己可能 就去看醫生 醫生又寫了一個推薦信 去做物理治療 看了十次之後 萬多元再加個悶診 跟著他才通知顧問 好了 顧問去跟 哎呀要寫Camp Form 誰知道醫生當時寫Camp Form 就說他退化 不是意外弄傷 就整張那萬多元都沒得配 在意外保險 可以嗎 鼓勵大家有什麼不妥呢 保險顧問真的是你的生死之交 我們都喜歡關心客戶的身體 你可以問一下他 我最近有這件事不妥 可以怎樣跟進身體 因為客人都是瘦了很多 我便說 你瘦了這麼多 我真的有點害怕 人客都是50歲 我說不如我們先跟進腸 我都怕他會有癌症 照完腸胃鏡之後 他的胃是有胃炎 但是這樣還在瘦 醫生都說 也擔心胃炎 有沒有影響他吃東西 為什麼會瘦呢 所以醫生再跟他照田影劑 照下腹 下腹是再照肝 胰臟 腎 膳 膳 膳 這個星期他跟進 未知結果 當客人不妥的時候 我們便要跟進 特別的磅數少了 上星期我有一位客人 又是40多歲 有時候我們一個40歲 多病痛 就說經常頭痛 是男性的 做IT 然後我就說 你頭痛嗎 頭痛通常我們就找 腦神經科 用那個網絡門診服務 跟他去照腦 他談笑風生的 當日我跟他看醫生的時候 他就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妥 不過量度出來的血壓 上壓170多 下壓都110 醫生就問 為什麼你高得這麼厲害 但他自己不知道 然後照完磁力共振之後 發現他昨天通知我 不知哪一條血管撕裂 現在又要再照 看看血管撕裂的問題 因為很危險 隨時沒有命 買保險 醫療保險是要買的 量力而為 買自然醫保 或者買高端醫療墊底肺版本 醫療保險 門診那些都是要買的 轉入式都是要買的 因為有起事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 就是出院後才跟進的 你買得齊全 不可以自己付少些錢 原理就是這樣 減少了風險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今天講的內容 覺得有價值 記得給我們心心 還有給有需要的朋友 鼓勵多些朋友 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也覺得 我們的方式 去將保險的知識 令到更多的朋友去知道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團隊 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才 可以大家一起學習保險的專頁 去將保險的訊息 去帶給不同的投保人 下次見